小小偵探家 小小偵探家 你們每一個都偵探家 所以我要請你們開始去想 你們覺得看到第一格 學校、社區、家裡面 現在啊 我們不幫你們設限 我們想要什麼樣子的主題 我們可能可以是跟學校有關係 我們也可以跟家裡有關係 最近是跟社區有關係 我想讓那一條街 現在就是垃圾 跟狗殿幾乎 剩下都不見 不然就是 我們看到 有帶狗的人出來 他們都會被狗殿進去 我們還希望 在裡面就是 遺掌會幫我們完成 就是 那個實施 上面那個怒狗殿帶的 計畫 但那條街變得 比 比我自己想像的還更美麗 去經營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裡是最新的 台北市最新的一個區塊 新的話要有新的思維 思考 我們要怎麼再做前進的動作 好 這是冰箱國中學生 我們在做一個 DST的專案 然後 我們要 要把這條街的狗便清理完畢 然後 就是 請問你覺得這裡 狗便很多嗎 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 你晚上大練 你會 你會 對 然後 你前面 可以加五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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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們覺得 這條路上 狗便很多嗎 好 好 看 這條路上 很多 他在裂掉 但我們就是手工裂掉 一般安全 一般 一般 那怎麼搞 那你有隨手把 那個狗大便 那 那 只要你簽名 就可以跟我們一起 把這條街的狗大便 這樣就可以 那 那個 再散掉 簽名 嗯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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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前面的還噁心 DFC 是一個 很有趣的活動 可以 增進朋友 跟 拿個自己的友誼 然後還可以 學到一些 關於 生活 嘗試 然後 或者是 嗯 嗯 嗯 或者是那個 也不會在 原本 我很怕陌生 然後現在我也不怕陌生 就是因為來到DFC 嗯 然後我就改變了我自己 然後還有 所以怕大便 然後 到DFC之後 我就不怕大便 因為我知道他是 我們人類那裡排出來 好了 一路 適當 我 有 有 就是 那 有 這個 不是 是 有 很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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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